语言腐败 教育厅长说 什么就是我们学校搞什么语言腐败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表中心表中心表的让你毛骨悚然的程度 我估计他是被表过中心 还有时间腐败 你听他提这概念 时间腐败就是说很多时间用在吃和玩 领导开会讲话 根本不体现自己的想法 也不体现民意 也不体现他自己想法 也不体现大家的想法 无端消耗别人的时间 云南行老初这些官员 对对对 从宣传部到现在教育厅 没错没错 所以挺敢说的 最近还有一个人 我的老校长 我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叫刘道玉 你知道吗 这个刘道玉校长 最近召集了一个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 我当年八几年的时候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 我对这个校长没有什么认识 他很厉害的 我是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我才知道 我撞上了一个这么牛的医生 很好笑的 于是我后来琢磨 因为我以为大学就是我那个时候那么上的 后来我问问今天的大学生 我发现跟我那个时候上大学不一样 我是享受了刘道玉的好处 你知道吗 后来我才知道 他给了我什么 他给了我自由 为什么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大学四年 好家伙这个学上的真不错 后两年我就没在学校待着 他那种为了爱情 穿诸获审 就说学分制 老师就不准硬性点名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选修课 甚至新闻系的学生 三年级就放你出去实习 只要你回了考试 然后你回了考试 自己去查书 等于说非常自由 包括这个食堂的鼓励你闹民主 伙食不好可以造反 对我就在说这个刘道玉最近搞的这个研讨会 北京大学的潜力群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当然 刘道玉说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 当代一味的追求豪华浮躁和铜臭味 腐蚀了大学的灵魂 使大学精神丧失殆尽 教育需要乌托邦 这年近80刘道玉 对教育需要乌托邦 我觉得真好 因为因为现在北大清华其实是很不妙 现在学生都是 我总觉得现在全国最好的这几间大学的学生都是 现在是最功利 不是说全部 是几乎很多学生都非常功利 目标明确 不是出国留学 就是要当干部升官 那么比如说你很容易做一些对比 你以前北大的校长是什么样人物 那现在校长叫大家唱化学 然后这个清华的话 你以前比如说是要出大师的 现在是专门出大官的 也现在是出大官者未知大学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很悲惨 就看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学校命运 而且我觉得千哥刚才讲目的性太强了 是 这个东西还会更易变出更坏的东西 是 变成什么呢 你如果说我们因为目的很强 所以我要付出一切的努力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这还好 是 这已经很不好 但还算好 更坏的是什么呢 我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可不可以想一些方法 我不用付出那么多代价 反正我只要目的 不择手段了 对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最近跟一些年轻朋友在聊他们读书的事 就就就他们要读博士做学问研究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就以前你想念博士 是因为你学问上有追求 你想念 当然你有个目的想拿到那个学位 但是中间那个过程很重要 你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 你想不享受 现在呢 他要得到那个目的呢 就中间的过程 他希望能够不要 于是比如说 对不对 贪污 搞关系 混个饭吃 找人带 带做功课 带交论文 最后很容易混一个什么学位回来 混了那个学位 他目的得到了 但这个目的有什么意义呢 没错 而且我觉得 我是比较没有那一些想法 我比较性格的关系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让我留下记忆里面 觉得最值得 我现在回头看 我以前所有做过的事 最好的都是在过程 都不是在结果 所以我常会很困惑 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 只有目的 而没有过程的 去享受过程 我觉得过程是 应该是享受 去接受 去感受 那是你生命最有价值的部分 那我就很困惑 但我不是说考 高考前 享受读书的 真是享受 那个很难享受 享受玩鸡酸 可是我会觉得说 那你高中你还记得什么呢 但是考虑不考虑谋生艰难 我觉得 就像您说 现在就是因为谋生的 大家把谋生艰难 这个事情放到太前面了 所以大家都用一个最功利 或者最为强悍的方法 去抢夺生存之道的时候 变成我们面对于谋生 这件事情把他看得非常的恶劣 而且失去了用我们 我觉得 就像有些早期的人 我不是说要回到早期 说 现在有一群新的教育孩子 其实我都不送他上学 我在乡下 甚至我教他怎么去采果子 过日子 现在开始有这样 在云南都有一些日本人 云南也有 对 有一些外国到中国的乡下 过这种日子 所以他自己教孩子 自己祖国的语言 然后离开自己的祖国 到最原始的 就是说所谓的生存 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当官还是很有钱 还是能活下来 活得快乐与不快乐 那我的过程想说是 活得快乐与不快乐 这是最重要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在想 也许我们必须可以体会 这些当师长的 当父母的 他们内心里面 曾经受到过的一些迫害 而必须还给他孩子 更好的 用最快速的方法 教孩子 得到他们以前失去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剥夺了孩子 应该得到了快乐 我觉得我看那张照片 是这么想的 东鹏瓷砖拮据 黄牌大放送 它原来是蒋介石 反攻大陆的一个希望 可是当年国府内的权力斗争 国际强权的尔与我诈 孤军内部的分化猜忌 希望变为绝望 凤凰卫视走访太北缅甸 探秘三十年金三角战场的 孤军血泪 一日孤军 金三角国军残余部队祭祀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传承千年念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狼 千兄 你不如讲讲你自己 你看你是很有成就的 这个音乐制作人 当然现在的市场下你也失业了 是没错 但是当时你特别年轻的时候 你的目的性强吗 因为有些人说 年轻人其实就是目的性强 他就是想要什么 很直接的他就想去要 所以我就说 我也许就是 我父母给我教育里面 这个部分 或者我性格里面 有这个部分 是让我这个人生过得 比较快乐的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我会选择 我从台南到台北找工作的时候 只是因为我在想 我到底做什么事情会比较快乐 然后我就想我生活里面 哪个件事情让我觉得快乐 我觉得阅读跟听音乐最快乐 我就说 那找个跟文字 跟音乐有关系 那我多傻呀 我在台南记了很多履历表 记了半年没人用我 我才发现 我记的地址都是台北 谁台北会用一个台湾孩子 所以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去台北找工作 我爸妈说去吧 我就到台北 两周后就找到工作 我就进来了 当时也许就是没有那个 我觉得人是应该有目标 但是没有很 不要太明确 我就要做到这个 指定的清楚 当时我只有一个目标说 我喜欢音乐 我喜欢阅读 那我就找个出版社 或者找个唱片公司来干活 那就做一个我有兴趣 当时我受的教育 也是告诉我 挑一个你有兴趣的事情去做 那挣钱呢 怎么让你维持在台北的生活 你不管吗 我当时当然就我爸说 那我朋友家的有个阁楼 你住我说行 我就住了 但他们 我那个叔叔也特别照顾 我到现在还跟那个叔叔特别好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所以当时我家养活 我自己就好 我可以喝 那时候 我很年轻就喝咖啡 那是很不好的习惯 我都喝 那时候就五块台币的咖啡 五块台币 而且还可以续杯呢 所以我喝一杯 中午再去吃一杯 那店员都让我再去 就这样 可是那时候真的很快乐 我到现在还是怀念那段日子 特别快乐 但是他们所以说 这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也是因为水涨船高 没错 有些人讲 就说是谁搞的 不是孩子们搞的 就说现在在一个城市里 生活成本 确实是没法弄 而且你就像咱们都觉得 挣多少钱都不够 对 你何况你像他们的 那样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对 但是我觉得 对没错 挣多少钱都不会够 但是你如果老想了这个事啊 你那个不够的感觉会被放大 那这时候你会很难过 就我觉得 我跟千克很像 我年轻的时候 但运气也是好 家里面没有让我有太大的负担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也是从来 其实我发现不止我 我身边很多同学 我们就要念哲学的人了 首先要了解念哲学的人 在大学是什么地位 就是你们是帮完蛋的人 那由于你天然就不会有什么出路 你也不必有什么目的性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也就干脆不担忧什么了 绝望之确 绝望 绝望之确 于是反而变得很快乐 是 我们没有人担心自己将来要挣多少钱 要怎么样 反正觉得勉强活得下来 没饿死 有地方栖身 租的 或者跟人家合租房子 我们都喜欢合租房子 我跟三个同学合租过房子 就够了 然后就很快乐 那时候真的是很快乐 你说我们有什么大的志向吗 没有 那那个日子你说是不是很无聊呢 他也不是很满足 现在是出了一些 就他们要讲的 说大学培养出来 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文明启示录 那见人就会来事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 八面玲珑 你想他老子里的家